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早早,英國時間的今早早 我做了一段影片,有關於我會不會停更 因為23條立法,我就跟大家說 23條立法正式生效 我暫時來說 都是Business as usual 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可能會令我停Youtube 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我身體的狀況 畢竟一把年多了 都挺累的 每天要看很多資料,然後做片 第二就是,如果我的片看的人越來越少 甚至是沒有,沒有人看 做來做什麼呢 現在就看到一個這樣的趨勢 真的越來越少 不過就未少到說要 叫做沒有人看那個地步 都可以繼續做下去 我就請大家放心 暫時我會 繼續 會做Youtube 沒有停更這個計劃 暫時而已 不過人就 說不定的,今天不知道明天有事 我不可以永遠去承諾自己 或者永遠承諾大家 我都是見步行步的 我已經過了退休年齡 很想什麼都不做 享受人生 但是 有時候很有趣的 我做了新聞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是上了癮的 有癮的 你每天 睜開眼睛就會看香港發生的事 英國發生的事 那些新聞的腦筋 新民的DNA 新民的血 就會出來的 這件事可以怎樣去理解 來龍去問是什麼呢 你會找很多資料 然後就是 很想 有個隱形告訴大家 究竟這件事 應該可以用什麼角度去觀察 可能會有什麼結果呢 那發展的方向是什麼呢 有個隱形在那裡 有時候 我這家人都說 你不做 你會不會覺得 很虛 很空虛呢 這個人會 我想一下 可能都會的 所以就 在我能力範圍裡面 在我體力範圍裡面 在我精神的範圍裡面 我都希望繼續做下去 不過呢 我做了這條片之後 發覺 當然 留意的人很多 看的人都相當多 留言的人都很多 就是有幾百個留言 很多都令我很感動 就是我經常都問 就是我一個 一屆書生而已 就是做新聞出身而已 那就是可能 偶然有個機會 讓我拍到頭條新聞 讓大家認識我 如果我沒有拍頭條新聞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誰 我做千禮年代 做自由風 做D100網台 這樣 可能對大家來說 就會有少少的印象 但我想最深的印象 都是頭條新聞 那我做頭條新聞 然後就做YouTube 於是令到大家 知道我一個人 不是純粹搞笑的 講時事可以搞笑 也講時事可以很嚴肅 那我就想 我一屆書生 何德何能 就是 受到大家的厚愛 大家好像 我提出 我可能有機會停庚 那大家就馬上 有些人就說 我從來不會在YouTube留言 不過第一次我都要做 這樣 希望你不要停 那當然 對我來說是很感動的 我會分析就是 就是 我們的聽眾觀眾 不是因為 對我這個人 有什麼特別喜歡 有什麼很喜歡 是一模一樣的肉酸 是吧 說話是悶 我想他是對 目前香港的處境 那個環境 他在本地的主流傳媒 裡面也都看不到 可以這麼說 沒有這樣的角度 甚至是沒有那個新聞出現 有些人都看不到 有些人是不想看 不想看本地的主流傳媒的新聞 他們覺得他們認為 很多都經過篩選 刪減 就是 溝氣他 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他是用盡不同的方法去看一下 或者有些離開了香港的人 主要 他們有什麼角度去看 某個發生的事情 他們可能是不用擔心這麼多事情 所以比較暢所欲言 可能香港的觀眾也好 或者是來英國去其他國家的 如果問的 都希望可以透過這一類的 所謂自媒體 去看到昔日 那種言論比較自由 也沒有什麼恐懼的 這個工作的環境下的 一些時事分析 他就覺得唯有是離開了香港的 這些Youtuber 然後才可以做得到 而且他也想 真的看時事分析 不是看推測的事情 不是看謠言的事情 不是看誇大 失實的事情 不是純粹看搞笑的事情 他就是想看想聽時事分析 所以 這個其實也不是 因為我有什麼個人之處 而是可能 我說的東西 或者我的風格 就適合到今天那個環境 也不一定 當然有很多都是 讚賞我的留言 看見也有些 有些面紅 用不需要說得這麼誇張 譬如有些 太后一直看你的影片 到現在 連家裡的小朋友 都從小都已經認識你 有些人在大電視裡看 你知這些電視都是智能電視 相信留下看你的影片的人 就因為喜歡你是新聞出身的人 欣賞你分享的質素 實而不華 不會誇大 不會賣慘看你的影片 除了開眼界更欣賞到 香港從前培養出來的新聞工作者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還是很珍惜這種新聞工作者 請你繼續按你的體力 心力做下去 我很同意 昔日的新聞工作者 即是 我同輩的那群 現在已經逃避了 他們真的做新聞 不會下老抽 不會下什麼顏色 一就一二就二 就是做新聞 就是講新聞的糧 當然我講的新聞糧 我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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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指於分析 不會說 我這件事一定是誰選贏 我不會說這些 對於有些人來說 百貨公認不同的客人 有些人來說覺得悶 有些人來說覺得不夠刺激 不夠好玩 說來說去 這麼平實 另一個就說 太后 希望你繼續做下去 新聞本來就不應該有娛樂性 不需要理會別人怎麼想 我喜歡看你的頻道 想了解多些 從新聞專業角度去分析新聞 在你身上學到很多角度的分析 你有新片都會彈出來 每天都會看你的片 有豐富經驗的人來說 說新聞已經很難求 你有獨特專業持平的一面 其實不單止你view數少了 整個大環境也少了 所以你可以當興趣地做下去 從他們的回應 我知道了 知道多少少了 如果他訂了 所以訂閱了 我現在有31萬 31萬多人 訂閱了 將近32萬 其實都是跌的 有些人走了 他們說訂閱了 未必一定通知你 你要按鈴鐺 小鈴鐺 然後才會通知你 不通知 有些人告訴我 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通過電郵通知你 有些人通過 在YouTube的頻道上面 有個小鈴鐺 如果有一顆紅點 就說你訂了的YouTuber 有新片出了 有些人說 按鈴鐺之後 都會通知我 有些人也說 有通過不同的方式通知 有些人說 按了都沒有人通知我 究竟是怎麼回事 究竟你是否真的按了 一般人說按了就有 是不是你給了一個email 說是用email來通知你 不過你從來都不看email 所以就沒有通知你 不過不要緊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如果通知了你 你很久沒有按 就會看 可能就收不到通知 其實老實說 我真的對於社交媒體 有時 尤其是有facebook 我真的覺得很難掌握 如何運作 IG有時我都會玩 不過也要問問我的小鈴 究竟怎麼用 無論如何 我這個老頭子 都希望可以與時俱進 學一些新的東西 越來越新的 都要一邊學 很多人說我講的東西不悶 都挺好看 叫我不要放棄 然後這個就說 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在youtube上面留言 因為想表達 對心哥的支持 十分欣賞你的風格 平實中肯 在現今世上太罕有 都不是吧 正可能因為喜歡你的風格 聽眾 較為低調平實 所以留言 亦都是比較不主動的 希望你每個決定 支持你每個決定 祝你身體健康 感謝你的付出 另外就有一個 這樣說的 他說 我是你的big fan 因為你差不多是唯一 評論中肯 準確有理據 有人性 更是一個典範正直的香港人 我看完之後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抬舉我 其實 還未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苦心自問 也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只是一個老實實的人 你不跟風堅持原則 有文人的風骨 我更欣賞你去英國之後 鼓勵 這個港人 移民的港人 多融入當地社區 交英國朋友 發揚香港人的精神 我每次見到你和太太 到處遊覽 真廣見聞感到香港人離開家鄉 是可以另有光明的天地 世界仍然有希望 加上太后與小猴子 已經成為我每星期最渴望的節目 你已經成為我加一份子 是的 英國天大地大 天特別大 特別高 月亮是否特別圓 有時我也覺得是 因為 當你沒有高樓大廈遮蓋 在大廈與大廈之間的隔房 看到月亮 你覺得月亮真的特別圓 就是因為英國天大地大 我又駕駛車 所以我發覺 我真的去了很多地方 亦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越來越分享 就是離我家更遠的地方 都可以去 我也覺得很開心 可可實實 移民的人 是有一段艱難的適應期 包括我在 但是 慢慢設定下來 之後 你會發覺 你開心的多於不開心的 很多 至少你在這裡的時候 會覺得 生活的空間可以大了很多 不用這麼壓抑 有時候在香港 我朋友都覺得 壓抑的感覺很強烈 有時候說句話都不敢說 來到這裡 我們私底下聊天 可以說得大聲一點 可以說得盡情一點 可以說得放一點 在香港 即使對自己的朋友 至親都不敢這樣說 那我就覺得 這個都是我完全同意的 就是離開了一個 很肅殺的地方 是會讓你那個 那個心胸 是會釋放很多的 還有 講完這個留言 應該我會講 都去了 超過十分鐘 會講另外一個留言 我覺得很值得和他討論 心哥本人就是 年過半百的婦孺 別這樣說 男女 老幼 其實都有自己的能力 都有自己的分析方法 數年前開始看你的YouTube片 因為我覺得自己對很多事情的價值觀 和你很相似 所以每次看你的短片分析時事 都很有共鳴 而且很喜歡你拍片的風格 對時事分析 中肯實事求是不編不矣 這是我們對事情尋求真相的重要元素 所以你拍的每條片 對我都很重要 而且十分有價值 我很少在你的片段留言 如果你有天 有一天不再拍片 不再為我們分析時事 我當然覺得很可惜 但也尊重你的決定 祝你一切安好 其實說不定 沒有人知道 我都說今天不知道 明天是怎麼知道 對不對 講完這個 這個有趣 深哥你好 勿放棄 你所有的片 我都看了 勿因善小而不為 我不知道算不算善 也不要因為惡小而為之 沒有你的中肯報道 就不知道正確的新聞 香港新聞已經傾斜 沒有你的資深媒體人 我們會迷失 如果不是因為經濟壓力 請你繼續堅持 因為你說出的都是我心底裡的滑 從而令我舒緩情緒 沒有你和太后 我就會抑鬱 請別離開 願主祝福你 及家人平安喜樂 這位聽眾請放心 我都說了 我暫時 在我的可見的將來 暫時都會繼續做 除非有什麼突然的變化 都說不定人生的事 是吧 不知道的 不過暫時都是繼續做 我接下來想花一點時間 我跟這位朋友討論一下 首先說了他的留言 都很長的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主持人 個人覺得你應該先作 自我檢討閣下的評論質素 數字就不是這樣寫的 質素的數字 anyway不要緊 可能是用錄音的方法 比章 比方 收聽率低 歸咎於 YT就是YouTube 生態文化 較有用處 相信有誠意收聽的觀眾 在有否提醒的功能下 也會自己按時收睇 既然你要求想聽取意見 在此也嘗試大膽分析一下 你失敗的原因 我曾經做過一段影片 為何我失敗 其實我也承認我是失敗 當你時常怪後面經營 Youtube 在某程度上是一門生意 你必須會出現太弱流強的情況 故必然會出現太弱流強的情況 三十多萬的訂閱 證明櫃台都曾經受到擁大 你強調作風貫徹始終 觀眾因為你自稱一直冒實 而內容沉悶而流失 你認為原因合理嗎 個人覺得櫃台沉淪的主要原因 是你要苦心自問 重點在此 你每提及香港的話題的時候 你的嘴臉 用詞 定位 分析設定的角度 個人強烈的感覺 你是隔岸觀火 幸災樂禍的心態 既然是用火和災來描繪 難道我們身處其中的香港人 不及各下清楚情況 況且我個人覺得 今天暫且移居了外地的香港人 亦不排除某天會回來 不同各下的身份和情況 沒歸途之路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造成各下對香港的怨恨之心 便作出心底 不希望香港有天會好起來 無論如何 香港也是生於師長於師的地方 希望各下也有一點飲水思源的意思 以上只屬個人意見 敬禧桂台在專屬留言 的聽眾密戒懷 真心祝願 在世界上任何一方的香港人 能如願地生活安康 其實我都聽過類似的批評 當然批評我當然要聽 也要檢討 也要問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這個留言 我為什麼拿出來說呢 當然有讚我 我會說 我沒有理由只說讚的 也不會有些清楚地說 那些人就不要理他 說這些話 我又不會的 他來踢一場 他提出的觀點 其實他有他的意思 可以這樣說 他對我都頗嚴厲 有些頗嚴厲的指控 就是我活流失 就是我的頻道沉淪 但也不要緊 就是流失 這個頻道是否沉淪 還是一回事 觀眾流失 這是客觀事實 一直都在跌 不過他的指控就是 他說 我要苦心事問 提及香港的話題的時候 你的嘴臉用詞定位分析設定的角度 都是隔岸官火幸災樂禍的心態 然後就是說 火同災難道你讓我 我留在香港的人更清楚 然後就說 因為我沒有歸途之路 這個原因就是 造成國下對香港的怨恨 心底裏面 不希望香港有天好起來 亦都生於書長於師 需要有一個喝水思緣的意思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表達能力有問題 可能也不一定 我也聽過有些人對我有這個批評 你說香港也是說負面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好一點的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 對香港有希望 終於一天好起來的事情 你能不能說得到 你每天都是說負面的事情 我都在別人的頻道 或者別人的Facebook 有對我的批評 做A又不對 做B又不對 做C又不對 你說你應該做什麼 做一樣都不對 我聽完之後我都自己有反省 人最重要是懂得反省 不要經常都自以為是 覺得自己適合才行 我會反省 我是不是那個表達能力有問題 我是不是只是說香港的負面 其實我都可以說香港好東西 是你悲觀 很多人都看到油自及興的好處 是你悲觀 很多人都看到23條的好處 是你悲觀 很多人都看到這個宇宙大法的好處 是你悲觀 很多人都看到香港有機會 股票可以上到四萬點 樓市去到五萬六萬七萬元一尺 為什麼你不說一下那些呢 為什麼你不可以審大師這樣 為什麼你不可以好像在某些財經報紙的專欄作家這樣 覺得香港是充滿了希望 只是說一些壞事做什麼 這個就是我忠不忠於自己的問題 是不是 我對香港的分析 很多都是基於客觀的事實 我沒有 你說我是隔岸官夥 因為我已經離開了香港 你可以這樣說 香港燒起來 我沒有得親力其中 你可以說我還隔了九千多里遠官夥 但是你說我幸災樂禍 對不起 這件事我恕難接受 我很難覺得幸災樂禍 喂 我在香港大 我真的有喝水思源 香港 港英時代 我在港英時代讀大學 是很厲害的 這個殖民地政府 其實我當年 對殖民地政府 真的不太敢 我有很多反殖的情意結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反殖的情意結是很強的 但是 我現在回心想 是 港英年代 設立一個教育制度 給我一個在洗治區出身的 基層的市民 能夠有機會入大學讀書 喂 大哥 你不要只說你努力 你厲害 你讀書 不是的 因為他有這個制度 才能夠讓我讀書 而且 你知道很多同學 因為更加窮 是需要借關窿的 現在都有 現在都有借的 有這個制度下 就給一些 家庭從來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 都有機會進去 進去 然後慢慢 80年代 80年代 畢業的 在那個環境下成長 是我的黃金時代 也可以同代人的黃金時代 無論是香港的經濟環境 無論是香港我做傳媒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你幾乎說什麼都可以 之前有沒有對於一些 所謂反直的人 或者是 搞小混動的人 有監視 有這個壓制 有 你問一下長摩 就知道了 如果有機會問到他 不過現在他在監裏 我讀書的時候 也去訪問過他 他告訴我 怎樣去跟蹤監視 他們 在港英時代 他是夾馬盟 那些 但是 不是赤裸裸 抓人去坐牢 去看著你 就是這樣 那個年代 我是很感恩的 我對香港 國英政府很感恩 對特區政府是否很感恩 那時候 到97 我一直做新聞 我會看到 越來越多的問題 我覺得對政府 不應該用感恩之情 因為他只不過是 我們的代理人 納稅人給了些錢 他受了權 給他 納稅給他 他就是 代我們管住這個地方 我們應該負責監察他 才對的 當我 懂事的時候 我覺得 這是很重要 你說我對香港有沒有飲水思源 當然有 你說我對香港好 就是希望香港好 百分之一百 你覺得我想香港沉淪嗎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當你說香港的壞事的時候 你說香港的不好事的時候 就等於 你就幸災樂禍了 你就等於想香港沉淪 你就等於唱衰香港 如果大家 有聽我這個節目的話 我也做過很多 類似的比喻 是不是 你殺了一隻 太陽出來 會提的公雞 又或者太陽未出來 那天蒙蒙剛就開始提的公雞 你殺了他 不代表太陽就不出來 是嗎 那些夜行的動物 殺了公雞 以為他不提 太陽就不會出來 那當然是錯 當然不會 就是說 我不說香港的不好的東西 不是代表香港的不好的東西 不存在 當然我不會幸災樂禍 為什麼我不會幸災樂禍呢 因為我有親人有朋友 仍然在香港 仍然他有面對 他們的生活 23條來了 大家就開始要調整 更大幅度的調整 對於自己以前 我會說很多口 去講時事 去批評 全部不說了 大家低頭 更大幅度的調整 我怎麼會幸災樂禍呢 這些是大家都會面對的東西 是嗎 那你說我對香港有怨恨之心 我覺得這個都是 這個指控都覺得 我認為是 有點過分 我怎麼會對香港有怨恨之心呢 我對現在香港的轉變 我是 心痛到不得了 怎麼會對香港有怨恨之心呢 怎麼會說不想香港好起來呢 我當然想香港好起來 我想 我們想香港好起來 回到昔日 我們可以很快樂 可以無憂無慮地 免於恐懼地生活的香港 真的想這樣 其實我做這個頻道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除了我每天要有些 routine 過日神 有些收入 之外 我是想香港 和香港有connection 就是我在海外 繼續講香港的時事 希望可以用我的角度 也不是什麼語別不同 那麼厲害 用我的角度去解說香港的時事 可能這些言論在香港 暫時來說就聽不到 我亦都希望通過我的言論 真的 就是我以前 以前還在香港的時候 我接受記者的訪問 不止一次我說過類似的話 就是說 我不知道封煙節目 我不知道做頭田新聞 有沒有用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現在看香港這麼沉淪 我都覺得很心痛 我希望我的言論 我的封煙 我的這個節目 令到香港沉淪的速度 減慢一點 不要那麼快 其實我都希望我做這個節目 可能 希望可以產生你的作用 但是 可能最後都是很失望的 是不行的 不為我們這些人 所轉移的 這是我 對於香港客觀的分析 就是這樣 當然對你來說 你原來香港的朋友來說 是不適合聽的 是會覺得 你經常都說 我現在已經很沉悶了 那些火災 我早就知道 要什麼你說 如果你說我早就知道 要什麼你說 其實老實實 那你就不要聽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想聽 就是因為 雖然他知道 不過我用一個我的角度去分析 令到事情更加清楚 這樣 而已 現在 我不是故意突出這個朋友 那麼多留言裡面 對我比較嚴厲的批評 就是這一位 我覺得 有責任回應一下 也要澄清一下 其實我的想法是怎樣 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 我是所有對於 目前香港也好 或者其他國家的情況 或者我身處的英國情況 我都會有批評 我的批評都是出於善意 我希望他變好 不過有時候和我的主觀願望 是不同 剛剛朝商話的方向走 越變就越嚴重 我有一句口頭閃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未到 最壞的情況 未到 OK 我認為是未到 還陸續有例 這個 就是對香港的 分析 看法 你可能不喜歡聽 你聽完之後 覺得很痛苦 如果你覺得很痛苦 令你不安 我就勸你不要繼續聽下去 我很喜歡告訴大家 你不一定要聽 我很喜歡趕客 令你覺得很抑鬱 很痛苦 很焦慮 你就不要聽 我的分析就是 香港是 只會越來越壞 你好起來 會不會 可能是很長遠的將來 不是短期的將來 不過這個長遠 究竟有多長遠 我沒有辦法預測 好了 很長期了 暫時說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y channel 新疆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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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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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